所以说我们古人 不仅看到了 我们在地球上的一些法则 一些规则 那么他看到的是 天人合一的大规则 什么意思 就是他看地球是在宇宙中 是在太阳系里的一个星体 太阳系又是在银河系的一组星体 银河系又是在太虚空中的一组星体 那么你至少星跟星之间不要碰撞吧 那么人跟人之间也是一个小宇宙 人是一个小宇宙的浓缩体 你也是个小星球 那你这个小星球 也不要跟别的星球碰撞吧 不碰撞 你就遵从一定的规则的吧 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小星体 这个小星球 这个小宇宙 你怎么follow follow这个宇宙的法则 宇宙的总规律 你follow了 你遵守交通规则 人人都安全 你这个太牛 自以为是 什么都要自己做主张 什么都不遵从这个规则 那你一个人乱 是会导致整个群体乱的 整个环境都乱的 这种人一定会被制裁 除了人对他的制裁 比方警察要对他制裁 法官要对他制裁之外 那么自然大道 自然规律 也会对你进行惩罚 举个例子 冬天你要穿大棉衣吧 要穿牙龙服吧 你非得穿着新加坡这个青装 露着个背 有的人甚至还露着个屁股 现在新时潮的人 还把屁股脚个洞 露出一块肉来 那你穿着去北极去 你去寒冬腊月去 一定会被自然大道惩罚 那个时候人都不会惩罚你 北极的警察不会说 你穿这么少 人不会制裁你 怎么样 自然规律制裁你 非被冻死不可 你这个新加坡是赤道 是热带地区 你非得从北极来 你穿个大苗 然后不脱下这个大苗 这零上三十度 你那零下三十度 这中间差了六十度 你非被什么 热死不可 警察也不惯你 法官也不会说 你因为穿苗 判你什么罪 自然规律会惩罚你 人 这几千年来的发展 太张狂 不知道有一个天律 有一个明律 在冥冥之中 制约着人类 你是个人 你要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要遵从的是律法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法律 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 你必须遵从 这个法律的约束 你不遵从这个法律的约束 你就怕你坐牢 怕你被处罚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阳世间 大家要遵从的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 古人说 一阴以阳为之道 那么还有一个 阴世间 我们刚才说 这个社会的律法 法律 规则 有些没有上到法律中 你是公司的 公司有些规则 法律有没有规定 一定九点上班呢 没有 你公司 规定九点上班 但是你每天都九点不上班 你是不是违反了公司的规则 也要被什么 罚款 严重地被什么 开除 这也是一种规则 也要遵守 虽然不是法律 这是显态世界 我们阳世间 大家都在一个规则 规律中生存 所以我们就顺顺利利 不会被罚 不会坐牢 不会被惩罚 不会被罚款